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海淘法师 般若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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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念了一百万遍发财众 随一点点而已 但是因为佛法的加持变成不可思议 所以我希望各位 我每一年 这是我第二年来吗 第二年 再来你就七十岁了 小心 但是意思是说 各位你要很注意 每天都要佛前供睡 好不好 不要光供一杯 最好多一点 桌子上给它供满满的 那这些水干嘛 供完以后洒在外面 你也可以家里喝一点 洒在外面 让世界充满甘露 太慈悲了 所以请看十五页 供水记 中间将来把它背下来 一开始还是你 让这个水清净无量 洪阿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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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页中间 水又啪得 供养十方 灼住恶业 六到七娘 点几集出去 洪阿洪 洪阿洪 所以每次你要喝水一定要先这样 人家给你一杯水 茶先拿来供养 布施再喝 这个叫怀着菩提心喝茶 要把修行当作生活的习惯 要把慈悲当作习惯 不要把生气当作习惯 习惯你要养成 所以老和尚就是老和尚 他们一辈子出家五六十年 他那个习惯养成了 入骨了 那你要从吃饭喝水走路 各种方法去养成习惯 那供水祭第二 那我们上供下施 也希望地狱到恶鬼到离苦 念一下来 此事诸善根 愿必立恶鬼 离恶鬼列身 或善去安乐 洪阿洪 好 我们念的时候 我们要滴六滴 这里面讲的是恶鬼 但是我们希望天道 人道 阿修罗 地狱 鬼道 出生道 都得到甘露 来 甕阿洪 天道 甕阿洪 人道 甕阿洪 天道 甕阿洪 人道 甕阿洪 阿修罗道 甕阿洪 出生道 甕阿洪 恶鬼道 甕阿洪 地狱道 充满甘露 就养成习惯 让我们跟所有众生产生关系 因为你要修大乘佛教 所以 以后各位就养成习惯 那我们就第六滴 天然阿修罗 如果有祖先 祖先的方向 第一滴 对不对 这边还有牌位 大家往牌位 第三滴好不好 来 甕阿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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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谢谢你啊 佛经说的 今天晚上八点 你布施一颗糖给一只蚂蚁吃 明年此时此刻的八点 那只蚂蚁如果没死 它就在那边等你 佛为什么这样讲 众生对你的感恩 记忆记忆 因为没有人会布施给他 特别二鬼道 二鬼道的寿命一百七十万年 今天你曾经布施给他 他永远都在等你 因为他什么没有 就是有时间 常受 他不会死 一百七十万年 不会死 你死了他还活着 但是如果你给他甕阿洪 又给他念阿弥陀佛 他就跪个拜你了 为什么 他可以脱离善恶道了 他可以往生净土了 那多好 所以各位最好 甕阿洪 甕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最好念十身 他说十念往生 你要给他观想 你要把念佛 变成一种必须的生命 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经常拿很多米 一颗米念十遍阿弥陀佛 念十遍往生做 就放在口袋 走到出去 甕阿弥陀佛 比钻石还宝贵 不能乱丢 念好久了 甕阿弥陀佛 所以七颗米就不得了 所以各位 没有时间浪费时间 每一颗米 一直念 一直念 念到那个米都发光了 走到哪里 甕阿弥 布施给众生 从现在开始做 好不好 要登记了就登记了 到时候米寄给我 我帮你丢到全世界 去布施给众生 水也好 米也好 所以希望以后 各位你在家里做早晚课 就把水放几瓶在前面 你会念大悲咒 四小咒 佛号 心经 念完以后 甕阿弥 这个水宝贵 对不对 走到哪里 甕阿弥 你已经超越世间的金钱的财富 因为你得到功德法才的法喜 你很快乐 在利益对法 好 那这个水先关起来 麻烦 这个水等一下回去你可以喝一半 然后一半布施 好不好 布施 走到哪里 低一下低一下 或是放在甘露喷枪里面 就利益众生 这样最好了 请看到十四页 这个季比较短 然后佛教里面 什么季都有 共香共花共登 不离开 上共下十 就是这个观念 以后你不会念季没关系 水拿起来 我供粮三保护法神 布施祖先六道众生 意思就好了 饭拿起来 花拿起来 我用这个花供养诸佛菩萨护法善神 以此功德 回向给父母祖先 多胎胎儿六道众生 哇 那个花就有功德了 因为你已经坚固到了 坚固到了 你家里有爸爸有妈妈在家 你不可能叫爸爸吃饭 不叫妈妈吃饭 对不对 爸爸妈妈叫完还叫儿子吃饭 对不对 这些你都要教到 这个叫佛法的空性缘起 面面俱到 那我们要普度众生 那这个世界所有人你都要关心 你都要关心 我记得我也有一次去布丹 我看到一棵树长得不错 我就摸它两下 我旁边有一个十五岁的小和尚 他有阴阳眼 这是他的业障 他我在摸 他说师父你怎么摸女人 有吗 我摸树 那个树神没有穿衣服 他是女人 我以后不敢摸 真是如此 后来我问老老师 他说本来就是啊 经典就有说啊 树有些是女树精 有些是男树精 石头是公的又木的 所以你去摸它碰它的时候 你要尊重它 土地公又土地公土地婆 就是佛啊 所以这个世界众生是自作 所以学佛要我们尊敬一切 尊重一切就是尊重佛嘛 你不能随便砍树 所以我想各位你住在美国 你前前后后有一些树 你要有点慈悲 经过树下撒两滴水 佛陀教带我们 经过树下 最好撒一点点米或食物 因为那个树精 整个家庭就住在那边 一棵树如果很高的话 住了几万个家庭住在那边 但是他们很可怜 这棵树如果五百年 他们动也动不了 就在那边 除非刮风下雨 他们没办法 一点办法 肚子饿也没办法 但是如果你学佛了 佛陀讲了 来 鬼神村 树林就是鬼神村 只要有很多树的 都叫鬼神村 然后你拿几颗米一颗面包 甚至各位现在会点香 香给它点在树下飘过去 哇 很多树林都可以得到 这很慈悲 非常慈悲 那你对树好 对土地好 对阳光好 所以看到太阳也要 缅甸人的习惯 看到太阳拍手十下 会发财 这本来就是市场 为什么 没有太阳 没有生意做 万事万物不能成长 所以你要对太阳 是要用拍掌的 对月亮 是在十五的晚上 供花或点灯 感恩月亮 那我们初一十五 也会拜土地公 感谢他 因为这些都是缘起 离开这些 我们不能存在 所以对水 对湖泊 因为美国树很多 土地大 有湖泊 你都要谢谢他 像各位今天早上 我们去湖泊 丢食物 给那些鸟吃 给鱼吃 这是很大的功德 这是经典说的 你丢一块面包 到湖里面 给鱼吃 那个河神就会谢谢 然后你把这个功德 又回向给河神 这个河神会 会帮助你 因为没人会理他了 只会在我这边 别尿尿 丢石头 所以法剧经里面 有一个男人 他要被砍头了 因为皇帝爱上他的太太 然后就告诉他 你去山上给我 采那个山上的莲花 采回来 不然我要杀死你 晚上不回来我杀你 这个男人知道 完了 我中计了 因为皇帝叫他们去皇宫住 就是要抢他的太太 故意给他的任务 所以他很痛苦 他太太也很痛苦 他要走之前 他太太做一个便当 跟他老公说 老公 万一你今天没回来 我会自杀 因为我不会嫁给皇帝 你放心 好了 因为他也知道找不到 所以他拿到这个便当 到河边 他心里很不好 心情很不好 吃两口吃不下去 但是又是他老婆 给他好像最后一餐一样 他吃两口以后 就倒在河里面 河神啊 河神啊 我哪里去找那个山上的 红土莲花呢 就倒下去 结果那个河神高兴得不得 我在这边待那么久 没能布置给我 河神就变成人的样子 来跟他说 我带你去 有的 河神知道 所以河神带他去找到以后 他就赶快冲回来 但是皇帝 不到五点就把大门关起来 因为他要抢他太太 他没办法知道 把红土贴在城墙上 把莲花插在那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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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